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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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有的太极啊 它不是说断裂到哪个部位 太极的所有的招式是根据八法五步去形成的 哦 所谓的八法是唐鱼 财连主靠 五步呢 是进退不判定 嗯 号称太极十三式 所有的动作都是在十三式里互相交错成成的 哦 那我们第三个动作的名称是六峰四壁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第三式的动作 我们先请助教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第三式的标准动作是什么样的 好 第三式的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是第三式 六峰四壁 哦 第三式 哦 老师啊 我发现这个第三式的动作好像和我们热身当中的云手动作有点像 但是呢 又不一样 嗯 是不是这样的呢 呃 所有的动作呀 它和云手 每一个招式它都有相似的地方 我刚才前段我已经讲了 太极的所有的招式是十三式的 所以它里边太极无处不是一样 哦 它每一个动作都在画圈画一个太极 其实练太极就好像在画一张太极图一样 一定是在不断的大圈里边有中圈 中圈里边有小圈 不断的在画圆 所以看起来有点相似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式它的动作要领是什么 我们请助教老师演示一下 然后王老师你给我们做一下分解动作的要领的讲解 好 来 比如说这个搭手 来 这个呢 就是看 接下来下面这个动作是彩 就是八发里边的彩 彩 我所说的刚才彭驴间彩脸走铐 就是彩 下彩 这个 然后下彩完了变驴 这个叫变驴 回身合 然后前推变按 也就是所说的八发彭驴间彩脸走铐的几个组合 一个彩 一个驴 合到胸前变按 哦 咱们这都看见了 嗯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的转化还要进行一番的练习 来 我们请三位学员一块 来跟我们的助教老师来学习一下这个第三式的动作啊 王老师给他们纠正一下动作 好 蓝扎一 然后接下一动作 来 提左手 前膨 哎 然后变下踩 重心向左腿 移向左腿 然后 左手变掌 变驴 合与胸前 按 对 六峰四壁 这是咱们的第三式 六峰四壁 嗯 好 好 那老师您看咱们这个三位学员有什么 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再来做一遍给他们揪揪错好不好 好 好 来 好 你们跟着做 蓝扎一 坐好 蓝扎一 双手插腰 左手插腰 对 好 好 开始 双手前膨 然后重心身体向右转 来 下踩 踩的时候 看看这个左手手心朝上 左手的手心朝上 左手对 对 右手下切 右手下切 非常好 好 然后 变驴 变下按道 对 和 推 六峰四壁 老师 你看他们的动作做的对吗 他们动作稍微的还是有点问题 嗯 比如说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踩 嗯 大家要记住这个 比如说这个踩 踩是左手变带 啊 左手带下 右手切 是手形的问题 是吧 手形 手形的问题 这是踩 哎 下按 变驴 下按变驴 这个变踩 哎 踩是一个技法 这个手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它其实顾名思义叼着别人的胳膊 还是看 这个手叼 叼着胳膊 下踩 哦 对 哎 这样 这样下踩 它只要正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胳膊的时候 踩的时候是周身的力 是周身的力 就是你 你只要这一条胳膊被它固定住 再大的块头 一定会一踩你一头栽到地上 我明白了 王老师 就是其实啊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食物 或者说是没有对手 跟你来进行配合的时候 可能你做这个动作 你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是这样的手 是的 但是你刚才啊 一演示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动作 对 所以说咱们如果说 自己一个人在练习的时候 还是得想象着啊 是 有这么一个人 有这么一只胳膊 才得把它给按下去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丹利 你很聪明 其实练胎拳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练拳是无人荡有缘 正好你刚才说的想象一推 你虽然没有练过拳 你的问题很高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能是我当徒弟吗 当然 我们刚才练的是这第三次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踩的时候 是这样的一种手型 接下来变铝的时候 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手型呢 变踩 这个踩等于是这个动作完了以后 我们不用了 这下一个动作就变铝了 由 这个手型变下岸 下岸变铝 哎 然后何以胸前 前推六风四壁 哎 六风四壁 六风四壁这个动作呢 其实是 顾名思义是 封住对方的手脚 不让他打动你 就是贴近对方 封住对方的手脚 哎 这个六风四壁明白吗 他就是贴着对方 对方会起腿起脚啊 把他推出去 正心向前一点 这个顾名思义 六风四壁 就是封锁了对方的双手 不让他动 你看比如说你站好 你看我这个六风四壁 你看一进 绷着你的双手 让你的腿和手 没办法起来 起不来的 是吧 所以这个六风四壁 一根手 从这不断 按出去 好吧 好 来大家跟着做 好 注意啊 搭手 前旁 对 好 下踩 左手手心朝上 非常好 手心朝上 按手手心朝上 这样子 哎 对 ok 然后踩便铝 手心朝下 左手心朝下 对 向上 可以胸前 推出去 六风四壁 左脚是虚脚 中心在右脚上面 中心在右脚 对 好 这是我们这个第三式的动作 王老师 我们要再跟着您的口令 跟着虚脚老师 我们再把这个第三式我们再来完整的练习一遍 好 好 从懒大一开始 王老师 你要给学员们成长一下动作啊 这个懒大一前接 双手插这个插手插腰啊 回来一点 对 这个腿 微曲 膝盖微曲 对 好 立身动动 立身动动 对 好 注意啊 好 双手前旁 身体又转 哎 对 好 转身下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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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的时候是这样 哎 对 膝盖稍微打打点弯 打点弯去 不要不要 我立身中了 对 好 油彩便铝 打开 可以胸前 好 然后前推 上步前推 六峰四壁 按 哎 对 好像就 就好像这 一进身 啊 按按按按按对方一样 按按按按按对方一样 按按按对方一样 对 手可以低一点 对 膝盖蹲下去 哎 对对对 还是这样 哎 哎 对对对 好 看 这个腿跟曲 往外开 哎 对 身体掰了 身体掰了 对 对对对对 好 好 收拾 太极动作第三式 六峰四壁 六峰四壁是陈氏太极拳中的一个著名拳式 有左右之峰 星价老价有别 其含义是峰柱上下左右前后六方 闭锁东西南北四门 使对手不细可乘 其中 峰是限制对手进攻的区域并控制 B是截断并推出去的意思 这个动作的过程是在训练中 假设拦住对方打来的手并下驴 在对方收进的时候 用按法将其推出 其中包括了 横驴挤按各种手法 发力点很多 故称六峰四壁 动作要点下岸便驴 周身用力 好这就是我们第三式的动作 叫六峰四壁 第四式的动作叫什么呢 阿姨的脖子为什么总是歪着 一身动作 对对对 看自己的六式的中指 看着 还有一个问题 让大家要注意 看似简单的单边动作 其实并不简单 想要做的行人流水 我们要注意哪些要领呢 第四式的动作叫什么呢 单边 单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助教老师 对第四式动作的演示 好 王老师 对对对对对对的 好王老师 这第四式的动作 发现一个问题 它的动作好像做得很舒展 但是里面又有一些 小小的一些动作在里面 是不是这也是我们练习 这个动作的一些技巧和窍门 在里面呢 对 这个动作是单边 它里面有很多接力动作 比如说单边完了以后 它们先向左走 再向右走 然后再向左 这是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接力 所有的动作 有一个接力 这就是说太极 当成了一个定势的时候 它会容易断继 它回一下就是 它把它接起来 就好像两根 我举个例子 好像两根铁条 如果是中间 是这样的握起来的时候 是不严实的 如果拿焊条 把它焊起来的时候 它会提起一个衔接的弱点 所以说它会有一些 两个动作在衔接的时候 一些小动作在里面 对 发现了 这个动作叫单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助教老师来演示一下 王老师呢 也讲一下这一套动作 它的要领在哪里 然后我们的三位学员 也一起来跟着学习一下 好 来 六峰四壁 从六峰四壁开始 对 然后注意单边啊 左手向前 右手向后 回拉 对 左手手心朝上 然后右手变勾手 然后右手变勾手 外伸 拉开 对 左手在腰间 左手在腰间 手指 手掌展开 对 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 我们助教老师的这个 重心好像发生了变化 你看 他们几个人的腿都不一样 重心在右腿 重心在右腿上啊 然后提腿 开步 开步 手不动 手不动 哎 对 预左先右 哎 对 然后打开 打开 打开 手掌开 尘尖 坠走 单边 王老师 虽然动作啊 咱们做的是 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了 但是我发现 我们助教老师 做动作的时候啊 他的每一个动作 好像都是在 力的过程当中 在转化着 比如说他踪腿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把腿拿出来 然后慢慢地摆下去的 而不是一下摆下去的 但是我们的 学员好像有的时候 因为控制不住这个腿了 他会啪哒一下 放下去 是不是这也是 我们在练习当中 要注意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这个问题呢 大家注意 如果这个腿下去的时候 如何会慢 在提膝松胯的时候 如果出腿的时候 下边的右腿 一定会去膝松胯 他只有提腿 去膝松胯 你看 才会慢 他才会慢慢地 才能慢慢出来 你否则 你的腿是直的 一下就下去了 是一边去膝松胯 一边开腿 还有一个问题 知道大家要注意 沉肩坠 沉肩坠 这个怎么理解呢 沉肩坠 就是肩往下沉 走往下沉 然后立着 所有这个动作 是打开 你看沉肩坠 这种 长自然而然的立行 这是为了动作 好看吗 还是有什么原理 在里面呢 一会我给大家 交小窍门的时候 我会重点去讲一下 有这个揭秘啊 沉肩坠 好 这是我们动作的 一个窍门 我们先记住啊 这个要领 叫做沉肩坠 要找一下这样的感觉 是吧 这就是我们 第四式的动作 我们再跟着助教老师 来学习一遍 然后王老师呢 给我们三位学员 来纠正一下动作 看看他们究竟 有哪里做的 不太标准和规范 好的 好的 然后六风四壁 来推出去 注意啊 左手向前 右手向后 左手手掌朝外 这个动作可以吗 等等啊 重心 左手向前 右手向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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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完了以后呢 重心 对 对 对 立起来 这个好 非常好 对 然后立身中重 关键是 好 然后右手变勾手 拉开 拉出来 拉起来 左手在腰间 变勾手 对 勾手 王老师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脚下动作做的都不一样 究竟谁对啊 重心在右腿 重心右腿微曲一点点 不要动直了 哎 微曲一点点 对 然后踢腿 开步 手不动 手不动 哎 再欲左先右 身体微右转 打开手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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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打开 重心在左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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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肩 坠走 好 好 哎 放松着 对 好 这个手稍高一点 哎 这个吸盖 慢慢去 别动 不要低头看 好 收 好 这是我们第四式的动作 叫做单边 单边 我们把两个动作分解开来 那已经全部学习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第三式的动作 和第四式的动作连贯起来 咱们再来做一遍 看看还记不记得 第三式的动作要领了 好 从懒杂一开始 好 注意啊 左手前膨 转身下踩 翻手外履 合与胸前 收步前按六方四臂 左手向前 右手向后 右手勾手 拉开 左手在腰间 好 踢腿开步 欲左先右 打开 单边 沉肩 坠走 好 停 保持这个动作 不要动啊 我们看跟助教老师的动作 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你看阿姨的动作 我觉得有点别扭 那王老师给他纠正一下吧 好好好 首先你看 立身中正 这个手 起来 你看啊 膝盖 那个腿弄起来 那个腿弄起来 这个膝盖往外摆 OK 脚不动 脚尖不动 脚尖往里扣 膝盖外摆 那个中心往那边去 对 然后脚身体不能 腿不要动了啊 你身体歪 这样歪了 重心往这边 放松 还有阿姨的脖子 为什么总是歪着 立身中正 对对对 眼看自己的 右手的肚子 看这 对 对 好 嗯 好 这个初恋者一定是这样 对对对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三式和第四式的动作 连贯起来做了一遍啊 是 虽然说咱们把这个动作做出来了 但是想要做到行云流水的那种程度 可能还要经过很远很远的一段练习的时间 是吧 是吧 对对 好 之前啊 王老师给我卖了一个小关子 我问他为什么要沉肩这种 他不肯告诉我 说要在节目最后的小窍门里边跟我们说一说 那么现在王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权监这种呢 对 太极十二世 单边 单边这一招权势 其意在于出手四边的那种非常之禁令 太极拳视觉里有 一是单边最为雄 一字长蛇 画西东之巨 言之较为玄妙 去长山之蛇的意境在内 有鸡尾首硬鸡头尾硬 鸡中则双硬之心法 动作要铃 欲左先右 须膝松跨 沉间坠肘 立身中正 眼瞧中止 我要抓住你站的时候 你往回站 你站不走 是不是很轻易地就出来了 还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 对 他可以起个逃脱的桌子 接下来专渣骚给你一个轻松逃脱对方抓握的小窍门 一起来学吧 太极里边的沉间坠走非常重要 每一个动作 如果说沉间坠走 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单边里的沉间坠走 为什么要让你沉间坠走 比如说单边 这动作 看 对手拿着我的手的时候 这个手 你摸紧 摸着 然后你看 松手 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你看 你看 你一定要摸着手的时候是沉间坠走 往下 看 这个每个人 是握得再紧都可以感觉到吗 那我能来体会一下吗 你看 对 握紧 握两个手握可以吗 可以 握紧 你看 对 还是会拖出来 对 就是 只要一沉间坠走 他就看 哦 很容易 对 就送出 都送出来了 是 这是一个 感觉像是一个这个逃脱 对手的一种 抓握的一种方法 是的 就是在任何 为什么要沉间坠走 如果不是这样 别人握着你的手的时候 你要是不会逃脱 你就受制于 是 经过王老师的这么一番讲解 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要沉间坠走 因为平常我们一个人 在练习的时候 没有对手在 所以我们可能 很难体会到这种 需要逃脱的这种感觉 但是在实战的经验当中 可能正是因为 我们的太极 是从真正的擒拿格斗的 这种方式当中 演变而来的 所以他其中 会有一些逃脱的 这样的一些方法 所以这就是太极 真正的精髓所在 我们还是应该在 平常的练习当中 掌握这些窍门的 对对对 王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也让 三位学员来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沉间坠走 它的这个用处何在 刚才我们已经体验过了 来 我们三位学员 一一来体验一下 比如说这个沉间坠走 你看 来我到这里 两个手都可以握着 握 抓着我的手 来 两只手抓紧老师 对 抓紧 对 抓紧用力 你看 沉间坠走 你看 是不是啊 单边一样 这个单边一样 你看 稍微一松 就出来了 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你看你可以试一下 看 然后松 哎 对 你也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硬往回拽 你往回拽 你看 拽不走的 沉间坠走 哎 对 对 对 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嗯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 来 来 体验一下这个 沉间坠走 你手握紧 两个手握 两个手都握着 握着一个手握紧 哎 握紧用力 用力 用力握 没关系 用力握 你看 松 是不是很容易就出来了 如果你硬拽的话 你看 你往回拽 你拽不走 你一定是沉间 一沉间坠走 哎 是不是很轻易的就出来了 还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啊 对 来 我们再让阿姨来体会一下 这样让阿姨来体验的时候呢 就不要让阿姨抓住您的手了 因为阿姨的力气会比较小 这样 您抓住阿姨的手 让阿姨来逃脱出来 看看能不能实现啊 我抓着你的手 你要学会松肩 看这松手腕 往外抽 松 对 再用力 用力往外抽 用力 我不要 对 其实也可以 你不要往外 不要 不要后把 你抓到我的手 你看 这样这样 往外拽 往外拽不行 这个都沉间坠走 你再来感觉一下 你看 好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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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滑脱了 哎 滑脱了 就是太极里 为什么我们要沉间坠 所有的动作在定时的时候 都是沉间坠的 它可以起一个逃脱的作用 嗯 比如说这个动作 哎 它就起一个 起一个这个作用 每一个招式的特定的情况下 它都有特定的破解动作 嗯 我抓住你的时候 你往回拽是拽不走的 我要越拽 你往回拽是拽不走的 哎 一定是 一伸手腕 哎 一伸手腕 对 哎 这样 它就 它就 它就出来了 对不对 好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 太极十二世的第三世和第四世 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到其他的动作 下一期节目会告诉大家 第五世和第六世是怎么样做的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感谢王老师做客 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可谢谢我们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